主持人 阿姨,早安。 主持人 阿姨,早安。 主持人 阿姨,早安。 主持人 先跟您說一聲聖誕快樂,因為本集錄影上線的時候應該剛好是聖誕節那一天。 主持人 上一次您有跟我們提到鄭成功,他那個時候沒有跟儒家文化切割開來,以至於說他沒有辦法讓鄭家跟他的貿易王國跟東亞大陸切割開來。 主持人 這一點對我們台灣很多人其實都深有感觸。這一次我想要跟您請教一個關於越南的問題。 主持人 之所以想要跟您聊越南,是因為在我處在這個小鎮,市場裡面其實有兩三位越南嫁過來台灣的年輕的媽媽在賣越南的小吃。 主持人 跟他們相處起來我覺得有一點不一樣,就是在我感覺他們好像沒有附帶什麼統戰的意圖。 主持人 就是說你可以很清楚地感覺到嫁過來台灣的中國配偶顯然都是有統戰意圖的,但是嫁過來台灣的越南配偶顯然是沒有統戰意圖的。 主持人 但是其實說老實話,台灣人對越南的理解都很膚淺的。我記得上一次您說過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越南其實就相當於沒有內亞負擔的中國東南沿海。 主持人 很多台商其實在越南那邊有開設廠房,也有很多台灣人在那邊工作。不過台灣人跟越南的理解就是因為文字的不同,其實說有很多的誤會。 而且有些台灣人其實是把越南看得比台灣更低,第一層或者是有歧視性的這種味道,其實我覺得這很不好。 主持人 上一次還有一家台灣的廠商在越南因為要開工廠,然後排放了大量的污染,被罰了一大筆錢。同樣都是被共產國際滲透,然後後來是產生共產黨政權的國家。 主持人 如果北韓是俄羅斯的敵子,中國看起來就像逆子,那越南的共產黨應該怎麼去評價呢? 主持人 越南從文明傳輸鏈的角度來講,恰好就是東南亞印度馬來那條傳輸線的一環,所以它自古以來是處在東南亞印度化地區和中國化地區的邊界上的。 這個中國化要理解成內亞化,因為能夠建立中國帝國的一般都是內亞人,可以說是中國對洋江以南的開拓本身是一個內亞化的結果。 主持人 通過內亞傳入到東北亞和東亞以前,人口遷徙主要是百越人,比如印度馬來西沿著東南沿海向北方不斷地滲透,基本趨勢是向北滲透。 然後從殷山開始這個趨勢漸渐被逆轉過來,最後體現為唐宋以來大規模地下江南,使百越人口像臺灣的山地居民原住民一樣被擠到山上,變成下等人,被迫同化,取漢信,攀復,北方士大夫。 這些事情其實都是由掌握了戰車和麻痹技術的內亞殖民者建立起來的。所謂的中國實際上是一個因應帝國式的存在,它的主體始終是極少數的內亞人,但是作為臣民或者翔族存在的東亞人不大清楚這些,像對待滿清和對待中國共產黨一樣,以為他們自己對於百越人擁有很大的優勢。 但是實際上,在春秋戰國時代的情況還不是這樣的,所以還有關於干將摩耶之類的金屬野人之類的傳說,那是百越人在內亞技術傳入以前仍然享有金屬野人技術優勢的一個證明。 但是很快的,到漢武帝時代,金屬野人技術的優勢已經十分明確地處在匈奴人那一邊了,以後就一直沒有改變過。 而越南恰好在這個變化的邊界地帶上,越南等於是東南亞大部分的地方在中古時代是印度化的各王國控制的地方,而越南中部和南部的戰臣王國也是典型的印度化王國,而北方的安南王國卻是一個中國化的小中華的小新帝國。 所以,安南和戰臣王國之間的長期鬥爭,實際上就是印度化勢力和中國化勢力彼此消長的一個過程。 然後,戰臣王滅亡以後,越南勢力漸漸地滲入湄公和流域,開拓殖民據點。這使南北越南的差異開始產生。 北方的越南等於是費拉化,像黃河流域一樣,費拉化到一定程度以後就變成一個充滿了官僚和饑荒,同時充滿了落弱的士兵的地方。 這一點從後來的發展就可以看出來了。最初的越南剛剛在殘唐五代、剛剛獨立的時候,它非常依賴像是乾王和十國的軍閥一樣,非常依賴各地的土豪勢力,所謂三十六棟洞堡之類的勢力。 在這個時候,它還是蝙蝠齊民的性質很低。早期的越南是以佛教為國教,而不是以儒教為國教的,大概在明代以後才改成以儒教為國教。 這個變化其實就是土豪勢力和中央集權蝙蝙齊民勢力此消彼長的標誌。土豪勢力佔上縫的時候,它本身是半封建性的,國軍往往是土豪聯盟,比如說墨家就是三十六家土豪聯盟推出來的代表。 各土豪,像以前魏晉南北朝的門法一樣,有自己的私兵、有自己的私人經濟系統,各自能夠自給自足,因此社會上還比較有生命力。 首先,所謂有生命力,具體來說是,首先它的軍隊是能打仗的。其次,它有開拓、修繕水利、不落饑荒的能力。 編戶齊民化以後,就像是殘唐五代、宋明以後的黃河流域以後,核心地區的生命力就枯竭了。第一個特色就是,費拉賓不能打仗了。你可以把他們召集起來像是宋代的禁軍一樣,但是他們是一幫相當於軍事級貧院吃救濟的人,就是因為在社會上混不下來才能當兵的。 國家招募他們的目的也是出於同樣的目的,像對待罪犯一樣對待他們的。這樣子的軍隊平時下手下完全解除了武裝的順利是可以的,對外人打仗是什麽,根本不行的。 第二就是,黃河流域、水利、私修各種現象的技術是社會的一個體現,技術的退化背後必然是社會的退化。 根本上講,黃河流域、水利、私修的原因在前部那時候對你很清楚,是因為世家大族的退化,也就是說不再有能夠在地方上修理水利的人了。大家都是屏下中農,或者是小資産街,僅多是小農,自己能夠養活老婆孩子就已經很不錯了,坊間的老婆孩子就養活不了,不可能有餘意去像過去的豪生、大地主、封建林主那樣把水利工程和公共事業擔當起來。 大家都不擔當過去留下來什麽正國區之類的,漸漸退化,於是水和災犯來的時候大家都倒楣,都去逃房要飯了。 但是,這正是帝國所需要的。帝國怕的就是強中好右,這些人隨時可以構成自己的障礙,把你們統統給搞成散沙了以後,統治起來非常方便。 但是,他就想象不到,這樣的散沙開始是在技術上沒有創造力,最後連生存能力都沒有了,變成了製造流民的機器,最終成為帝國的復旦。 這時候帝國有什麽辦法呢?下江南,到江南去,收江南的錢糧,東南四十三州地,晉取高資,是此河。 唐朝的天子就已經變成足食天子了。想當年擺崖了秦川,那時候哪有足食天子這回事?本地的諸侯吃本地糧食就足夠了。 現在呢,朝廷不得不為了逃荒逃到洛陽去,因為洛陽離洋州更近,洋州水運來的江南糧食更容易運到洛陽。 然後,蒙古人開拓了山東高地運河以後,明清兩朝,北京的人口純粹是繼承人口,依靠蘇州運來的錢量過日子。 至於開封一帶,河南山東一帶就變成了治古一帶出流口的地方,大家默認它是吃肉籍的,跟要飯婆沒有什麽區別的地方。 但是,難道就是沒有人去動動腦筋?想一想,他們一天到晚讀的是孔子孟子的聖賢書。難道孔子孟子的時代,河南山東也是這個樣子嗎? 河南山東是那時候的天賦之國,齊原澳洲,生態上非常好,是出士大夫的地方,最出色的人才都出在那些地方諸侯國裏面。這就是一個整體性退化。 然後,越南從中國宋代到明代這個時期,它的紅河流域三角洲發生了這個費拉克的退化的過程。 由土豪林地、接近於魏晉南北朝的生態狀態,漸漸變成費拉林地、官地橫行、饑荒備出、軍隊私域戰鬥力、接近於宋明的狀態。 而這時候的越南也就由佛教國家漸漸向儒教國家變化,同時它開始開拓以順化為核心的廣南王國。這次越南出現南北朝的現象,最終南朝征服了北朝。 你從地底化來看得出來,當時所謂的南朝就是越南這個蜂腰的蜂腰部分,還不包括湄公河三角洲,它在地理面積上比紅河三角洲要少得多,是一個充滿山地和丘陵地帶,基本上沒有大平原。 很顯然,又沒有好的可耕地,地方又小,輪迴又少,居然征服了北方的紅河平原。那是什麼原因? 因為南北朝不是簡單的南北朝,南朝是一個跟北朝開始的時候差不多的土豪聯盟,而北朝是一個費搭化的立志國家,因此北軍不堪一擊。 而南軍的封建聯盟還是像春秋戰國時代的諸侯國一樣能打,而北軍已經跟宋朝明朝的禁軍一樣的不堪一擊了。 結果,小小的南朝一次又一次地打敗了龐大的北朝,征服了北朝。 但是這樣做的結果,南北朝統一的結果就是,北方變成了南方的包袱,就像是江南要養活中原一樣,南方的少量的精銳部隊不斷地征服河內或者森農府的北朝,但是立志國家的原型卻是從北朝來的。 越南因為存在南北矛盾,結果出現了殖民地的南方,就相當於是江南無越,它本質上是一個東南亞殖民地,還有生命地,還沒有費拉法很徹底,必須在政治上、技術上和經濟上養活費拉法徹底的紅河三角洲土地。這個衝突是越南歷史矛盾的根本。 然後歷史矛盾和近代進行,這時內亞的軍事革命開始衰竭了,像史前時代,力量是在海陸一遍,然後上古時代開始,力量是在擁有馬匹和戰車的陸路一遍,海陸在技術上展示落後了。 但是在近代十五世紀以後,隨著地中海的商業革命開始,海陸在技術上重新佔了上風,地中海的技術革命由穆斯林帶到印度洋和南洋。 因此,隨著歐洲人跟隨打嘎巴的步伐來到印度洋和南洋,海陸重新壓倒了陸路。蒙古帝國是內亞路線的最後一落日餘暉,接下來就是海陸再次戰勝陸路時代。 這時,從技術上去體現於仙羅和越南的火器技術,領先於明朝。明朝的金師三大營神祭營的火器是從安南弄過來的,是明城主打越南的時候從越南帶過來的,北京的宮殿也是越南宮殿修組的,而蒙古人的宮殿大都城是誰修組的?是中亞的穆斯林修組的,這是內亞路線的最後回光款照。 然後,明朝的時候由安南弓匠來修,安南火箱的時候來做明朝最精銳的部隊的技術素人。 這時,明朝仍然非常大,安南仍然非常小,但是東南亞的多國體系已經跟後來的鄉軍懷軍一樣,出於自身生存。它不像是大一統帝國那樣。 大一統帝國打了敗仗以後,小的敗仗根本不報告,大的敗仗報告的也不處理。 只要倭寇還沒有打進南京城,他一路橫掃了幾十年以後,皇帝也就是殺了一個總督而已。 然後殺完了以後,他認為他的任務已經完成了,他的正義已經得到聲張。誰不蹭職我就殺了誰,難道還有什麼問題嗎? 其實那幾個人也是正好倒楣而已,如果他在別的地方當了總督的話,也就沒什麼事了。 然後從他的角度來講,殺了人以後問題就已經解決了,剩下的事情仍然依舊。反正南京城還沒有問題,帝國可以僱如金湯。但是如果是吳越那樣的小國,事情就不能這麼辦了。 蘇東坡當時就上了咒章的時候說,宋朝的水利工程不如前方搞得好。理由很簡單,就是汴京城裡面的皇帝和皇太后不會挨餓的,而且洪水也沖不到汴京城。 而錢王當時是設置專門的軍隊來修理水利,稍微海上有一件問題,洪水就要衝到錢王的宮殿腳下,而錢王他本人也不會是本地一個大土豪。 所以他跟本地其他土豪的關係就是,他這些土豪當中最大的,本地如果鬧了水災的話,他是沒地方可以逃的,所以他必須年年修理。 而自從錢王歸宋以後,本地的水利工程就沒人修理了。於是,在蘇東坡所在的時代,湖州和各地就要大鬧水災、大鬧激況了。 蘇東坡正確地指出,這是什麼激況,這純粹是人禍。湖州本來是最富饒的地方,一年糧食可以吃三年,居然會鬧出激況來,完全是因為宋少派這些流冠,刮完地皮以後就走人,讓錢王留下的水利工程通通坍塌了。 也只有像他這樣有良心的極少數,同時他是認識皇太后的,所以他可以隨便說話,別人隨便說話可能就收不了場。像他這樣的人當然是極少數。 所以你可以想象,明來的水利又不如宋代,諸如此類,江河日下地搞下去。春秋戰國時代和兩漢時代在黃河流域修的水利工程經過宋明一千年的折騰,折騰成食人樂園,而五代十國時期在吳越修的那些水利工程經過宋明幾百年的折騰,漸漸地壞掉,但是還沒有搞成食人樂園,但是一步步就快了,也是往這個方向走的。 越南的情況也是這樣的,到相當於圓明之際的時候,緬甸人入侵先鑼,侵略高棉,越南南朝和北朝瘋狂打仗,南朝的篡位者和南朝的保守派瘋狂打仗,各方面非得要盡可能地引進先進武器不可。 結果緬甸、仙羅和越南交戰各方引進的西方式武器,像日本戰國時代的西方武器一樣,比倭寇時代的明朝使用的火器要先進得多。 結果,等到封城秀吉和朝鮮戰爭爆發的時候,就有人開始提議,因為當時有一個四川來的總兵官劉挺很聰明地到澳明去招兵,招了一些所謂的異面神兵,甚至就是葡萄牙帶來的黑人,用葡萄牙的火器去打仗,戰績非常不錯。 於是就有人跳出來說,這樣說起來很好,他可以去招黑人兵,我們為什麼不招一些安藍兵或者仙羅兵呢?於是當時的廣州巡撫就跳出來對朝鮮說,千萬不能這樣,你們不能這樣隱郎如是。 仙羅人的戰鬥力跟日本是差不多的,如果把他們招來了以後,他們像當年劉延石勒一樣給你來個武服亂罰,我們怎麼招架他,這是萬萬不可以的。朝鮮事小,隱郎如是是大,這種事情我們做不得。朝鮮算了,那時封城秀吉已經打到門口了,離北京城如此之近。 但是廣州目前還沒有出事,也就是有一點海盜戰爭,海盜戰爭算什麼?讓他們強點錢就強點去了,千萬千萬千萬不要隱郎如是。這個建議對帝國朝廷來說顯然是極其英明的事情,隱郎如是是萬萬不行的。 這件事你就可以看得出,當時東南亞的戰鬥力實際上已經超過了外強中幹,從體積上看來是非常可固的,比它要大得多,但是實際上真的要打起仗來只能依靠消耗費拉來過日子的民國了。 當然,這樣做的結果就是,越南的戰爭體現為第一,首先是南朝的篡位者,所謂的新阮王朝或者是西山黨人,一股腦腦打到河內深龍虎,把北朝給滅了。 然後是南朝的正統君主借助法國天主教勢力,用法國軍官和法國武器,再反過來一路把南朝的篡位者和北朝都打掉了。 這樣做的結果又引起了乾隆皇帝對越南的下人干涉。干涉的結果跟明朝干涉的結果是,清軍發現他居然打不贏越南人。 其實清軍在入關以前倒是可以打得贏越南人的。入關以後,技術反而退化了。 從技術上來講,你要是研究到技術史,就可以發現大多數中國的歷史學家都是白痴。他們是看地圖過日子的。其實後京的戰鬥力比康熙皇帝的滿清帝國要強,而康熙皇帝的帝國又比雍正、乾隆以後要強。 康熙皇帝那時候,大清國有五百門西方大炮,是南海人倉若旺他們監造的。在入關以前,他們平均十年造一千門大炮。 然後等到康熙皇帝又全國大炮打完了雅克沙戰隊,雍正皇帝十分英明地說,所有的傳教士都統統給我滾以後,大清朝就一門大炮都找不出來了。 然後等到他們跟準格爾打仗的時候,他們就沒個大炮可用了。結果,清朝所謂武功最盛的準格爾蒙古戰爭和大小青磚戰爭,號稱是板渡最大、武力最強的時候,實際上這時候的清軍可以讓洛爾哈赤時代的時候的後京國軍隊打得滿地爪牙的。 但是大家都不能這麼看,其實這件事情是很容易證明的,只能夠說明中國歷史學家的博雅性質非常差距。他們對自己本專業以外的東西好像是一點都不了解似的。 當然,根據同樣的邏輯,千龍時代的清兵也就是人多而已。滿洲人的戰鬥力已經衰退,而且也沒什麼先進武器。 漢兵是綠雲墜的,也就是全瓶子靠人多,連大小金川的土司都打不贏。所以,大小金川的土司其實是有一些洋槍洋炮的。這些洋槍洋炮是通過緬甸路線,也是從東南亞輸入的。 但是,真正沒有使越南像日本一樣變成一個危險的主要原因是,越南南方者征服了北方以後,被虎化了,看到了費拉帝國的影,覺得做一個儒教君主,十分牛逼,然後他就在東南亞做起小遙順、小中華來了。 同時,就像雍正坊帝跟傳教士斷交有,他也撕毀了跟法國的條約,把幫助他復國的法國天的教士趕了出去。同時,開始迫害現在越南文字的創始者、拼音文字的創始者、法國耶穌會士,把拼音文字的使用推遲了一百多年。 因此,這樣一個費拉帕的越南,他只想到東南亞的高棉這樣的小國和遼國這樣的小國面前耀武揚威,在東南亞範圍裡做個小型的大清或者大明。 因此,對大清也就不帶攻城威脅了。當然,這就意味著他跟西方的技術作為他進一步擴大。終於到了法越戰爭的時代,他被法國遇過了而吞併。 法國吞併以後,首輔設在西貢,也就是說設在殖民地開發地區、最有活力的地區,而不是設在河內,統管印度之大三國。同時推行了普及教育,把拉丁話、拼音話的文字推行了越南全國。 現在的越南民族國家實際上是拉丁話新文字、新教育、法國式教育培養的這批新知識分子產出來的。越南的國民黨和共產黨、胡志明這一波的全都是學拼音文字、養大的。 這就是為什麼胡志明這些人有的時候覺得自己是法國共產黨人,不但瞧不起毛澤東,而且還覺得自己跟匈牙利共產黨是一波的原因。 而毛澤東這一批內地來的人則是不知道這些人的厲害。他對蘇聯人的厲害是心裡有數的。但是他看待越南和朝鮮的時候總覺得我是大清皇帝。他不知道在越南人和朝鮮人的眼裡面你根本就是個土兵。 越南近代的各政黨和各政治勢力都是到巴黎去喝過法國墨水,由法國式文化產生出來的。保守派當然也就是天主教會自身產生出來的天主教民的後代。 這是所謂的越南的三部分,南北中三部分的差別是很明顯的。中部是古都順化所在的皇族城,南部是殖民區從高門也搶過來的維吾河塞州,北部是史其成城的費拉地區。 南部是一個充滿了土豪、走私販子、高抬教、和好教、各路失君的地方,是一個封建割據的狀態。法國人一走,立刻就體現出封建割據的正常狀態。 而北部是費拉地區,除了天主教徒的民民還有一定的戰鬥力外,大家都是喊勝利得萬歲的。 這是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失敗以後撤出了越南,國民黨派滇軍進入越南,然後滇軍和越軍,這次就特色的一個跟諸夏很有關係的問題,滇軍和越軍對國民黨的臣服是形式上的,它隨時都想跟國民黨搗亂。 而他跟國民黨搗亂的方式之一就是幫助共產黨整國民黨。所以這次我搞獨下發明的時候必須特別處理一個問題,就是川軍、滇軍、越軍在蔣介石跟共產黨搗亂的時候經常是庇护共產黨、破壞國民黨大後方的。 因為從他的那種角度來講,最主要的中央集權力量顯然是國民黨,搞走了國民黨,我們就可以恢復北洋時代的自由了。共產黨的威脅對他們那時候是在遠方的威脅,而且共產黨也搞過統戰了。 甚至對白熊喜之類的人說過,我們只打蔣介石,西蘭一帶的地方我們不打。當然這是欺騙,但是他們也算是上當受騙的。 等於國民黨沒有了,自壞長城,然後共產黨全心全意地倒他們,他們更加沒折。那時候他們就變成叛毀,所謂的西蘭大腳毀了。 但是無論如何,中間有一層,滇軍、川軍和粵軍跟共產黨合作打國民黨的時候。日本人走了以後,越南國民黨和共產黨各自搞自己的武裝部隊,成立了一個聯合政府,吳文青和胡志明的聯合政府。當時還顯不出誰更有優勢。 但是滇軍和粵軍像是蘇聯軍隊在滿洲一樣,可責卷地幫共產黨打擊國民黨,因此把胡志明扶上了主席的位置,把國民黨壓下去了。 於是在他們的幫助之下,共產黨佔據了北越,然後他們從越南撤出的時候,共產黨已經佔據了北越的江山。這就非常嚴重。 就是說,非拉進去的特點就是,95%以上的人口都是強頭草,誰當了權他們都會喊勝利的萬歲的,結果又只有吳廷燕他們那一波天主教徒堅決不肯投降,於是他們做了一次史詩性的遠征,一路逃到南方。 最後,南越的政府是北方天主教徒的政府,這是南越共和國始終站不著的一個重要原因。 吳廷燕在西貢跟蔣介石在台北是一樣的,他的真正支持者是一幫難民。而周圍的那些各路土豪,南方天主教徒、南方的高臺教和和好教徒、南方的各路軍團和邦會,根本就是讓他當殖民者看待的。 雙方,他的殖民政權最初只能控制西貢的一部分,而且跟西貢的地方各路邦會要經常招安和打仗,他還必須親自跑到一個姓成的邦會頭領的領袖裡面去向他一揭金揽,表示我們是哥良好之類的,把他爭取過來。 用這種方式,漸漸地把他的勢力投射到湄公和山領州去插進方。然後他在湄公和山領州起到了蔣介石的作用,因為他的目的是要建立反共基地,他的老家被共產黨佔領著,他想要反攻大陸。 但是他不能只拼他那一點的世界反共大,他就必須把整個山領州的封建勢力、資源都控制住。 於是,他依靠美國援助,訓練一支在東南亞是最強的軍隊。我們不能根據越南失敗,就說越南軍隊不行。南越軍隊在東南亞是排第一的,比當時的馬來西亞軍隊要強。 馬來西亞軍隊按照英國標準只有警察的力量。馬來西亞的剿共戰爭是由英屬印度的警察和安全部隊進行的,主要是英屬印度的軍隊在給他打。 沒有英國人,他們是打得贏的。而南越軍隊比他們強得多,越南共和國之所以倒楣,就是因為它正好在前線。 前線受到的是共產主義世界、中國和蘇聯加在一起的全部壓力,而馬來西亞是在大後方。所以近來他的軍隊不強反而幸存下來了,而軍隊最強的南越因為壓力最大反而沒有幸存下來了。 無聽見的政治就是用美國的援助去摧毀各路封建勢力,最終實現越南的官僚主義的專制統一,然後把南越的資源統一起來去對抗北越。 正是因為如此,越南的佛教徒和其他各路勢力有很多都像是滇軍、盧漢這些人,幫著共產黨整他。他們的邏輯也跟張發奎和盧漢是一樣的。張發奎和盧漢在北越把共產黨扶起來是跟蔣介石作對的,而這些什麼廣德、什麼高臺教之類的私軍跟吳廷燕作對,為共產黨開門的原因也就是因為他們要反對越南的蔣介石,也就是吳廷燕。 然後,美國人不懂得這裡面的厲害,特別是民主黨人,肯定一定是民主黨人,他們用民主小清清的方式的問題,覺得我們是自由世界反對專制者,你不能搞專制好不好,我們反對共產黨,但是沒有說要讓你天主教徒迫害佛教徒,這是很不對的事情對不對?人權人權自由自由,我們要制裁你。 於是吳廷燕搞得像1948年的蔣介石一樣左右不是人,於是最後他手下的將領一看,美國人都不知行才得了,你已有錢買軍火嗎?你生產得出軍火嗎?你的錢是美國人給的,軍火也是美國人給的,美國人不高興,以後我們上哪裏拿錢去?我們要發動正面把它推翻了。 於是他這一發動正面不得了,就是他在越南美共和善外州建立起來的基層政權,西共以外的基層政權,隨著吳廷燕的地下黨也就跟得倒了,然後原先的封建領主的權力剛好被他打倒,留下了一個真空氣,正好讓共產黨長距止路。 於是吳廷燕一死,原先被封建領主和各路土豪控制的美共和善外州就被共產黨的地下黨控制了,而西共政府退化到吳廷燕剛好來到西共的那個狀態,只能控制住西共一個地點,西共之外全是共產黨。 於是這個戰略就沒有辦法打了。在這種狀態之下,越南淪陷了。 當然越南淪陷以後,中國和蘇聯之間的矛盾就突現了。越南在幹掉南越以前,並不想在兩者之間明確佔領,但是幹掉以後就明確佔領蘇聯了。 中國在這方面沒有弄清楚它自己的地位,因為雙方給人的援助是不一樣的。 中國派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派了一些鐵刀兵修鐵刀,然後送了各種各樣的糧食物資之類的衣,可以說是五十年代的標配,也就是蘇聯二戰標配的武器給它。 蘇聯給的是什麼呢?蘇聯最先進的沙漠導彈,部署在河內附近,給的是六七十年代的蘇聯標準的先進武器。 比起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武器,先進了一代,但是中國共產黨自己的武器就是在林彪、滿洲戰爭和朝鮮戰爭時代的斯大林給的。它是五十年代的武器,沒有六七十年代的武器。 從越南的角度來講,不拿白不拿,你給的我當然要拿,但是誰先進誰落後我是很清楚的。 美國飛機來的時候,我們不能指望中國的鐵刀兵的,是蘇聯軍事專家和蘇聯的沙漠導彈,嚇得美國人不敢來封駕的。 我們歸根底是靠著蘇聯武器。而且你不要看我們國家小,我們國家拿著蘇聯武器比你先進一代。 而且我們胡志明是1926年北華戰爭時期就是正統的共產國際黨,跟陳獨秀和王明是一個逼格的,他沒有經過中間的毛澤東篡位這一層。 你們中國共產黨是毛澤東篡位是威的黨。論正統,我們比你正統。就像我們像金日成一樣,我們是共產國際的正統黨,您不是。而且我們是法國殖民地。 這一點很妙,就是法國殖民地是連日本人也瞧不起的。例如日本人一度還想把臺灣賣給法國人在財政碰難的時候,我們再怎麽說也是歐洲人,法國再怎麽不行是德國人和英國人打我們,怎麽等倫敦上亞洲人的說法。 日本人在牛逼野直播是亞洲人,你們還用了很多方塊字對不對?我們用的文字跟法國人是一模一樣的,純拼音文字,是天主教會的文字。 你們不要是以為我們是無聲論者,我們是反叛天主教會的無聲論者。這跟你們連天主教徒資格都沒有的無聲論者完全兩碼是好不好,你們是無聲論者是因為你們是純粹的野人,而我們是在被文明的天主教徒訓練了以後,然後更上一層樓,站在他們頭上反對他們的。 從歐洲無聲論的角度來講,天主教會是一個歷史性的現象。沒有問題,天主教會是比歐洲以外其他人更先進的,然後我們又比天主教會更先進。我們是先進之先進,而你們是落後之落後。你們不要跟我們攀親力好不好,你們不是天主教徒是因為你們比天主教徒落後,而我們不能天主教徒是因為我們已經比天主教徒更先進了。你們居然因為你們也反對天主教徒就來跟我們稱兄道弟。 這難道不是洪天王說我是耶穌的弟弟就跑去對英國人和法國人說,楊兄弟啊,你們要聽我的詔書啊?這是什麼事啊?同時,我們有一幫理論家是法國共產黨教出來的理論家,學習馬克思主義和資本主義義化之類的理論來,跟匈牙利人如喀奇是頭頭是道的。 你毛澤東知道什麼叫義化嗎?我敢說你的馬克思和列寧的權益都沒有讀過,你什麼都不懂,你一輩子也只知道《水浮傳》和《三國演義》,你的毛澤東的權益是怎麼出來的,騙騙中國老百姓是可以的。 我們非常清楚,你的二部權益是蘇聯專家尤金記憶編出來的。沒有蘇聯專家,那一部裝兵的權益你都沒有,你算屁的馬克思主義者。從理論上、技術上,我們都被你先進。很好,你們跟蘇聯撕逼的時候,我們當然要跟著蘇聯掐你了。 於是鄭小平就打了一場越南戰爭,最上戰爭從軍事上講是一場可悲的失敗,證明中國的五十年代裝備在經過文化大革命的破壞以後,鬥不過蘇聯的七十年代裝備,死傷慘重地退回來了。 本來越南人一路打進了金邊,你就不說是打進河內,至少也打進幾個大城市,結果連梁山都打不進,只打了幾個相當的小村落寺部隊。 在越南老太婆的圍攻之下逃回來了,確實是老太婆的圍攻,因為中國在越南搞的就是他們聲稱日本在南京那種全民性的大屠殺,但是這也是世俗有因的。 因為越南共產黨把全民都武裝起來了,即使女人、老太婆和小姑娘都在自己褲子裡面藏著炸彈,向中國的五十年代標準的坦克裡面丟,於是中國人才去辦好就是一路殺過去,不困南京老少子殺過去。 所以,他們認為日本人幹過的事情是像他們自己幹的。我不知道越南人有沒有編過什麼類似梁山大廚殺之類的故事,如果編的話,那肯定是依據非常充分的。 無論如何,中國人在越南實際上是打了敗仗回來的,但是這次敗仗對中國是有好處的,因為它給美國交出了投名狀。 我們要明白,最根本的投名狀不流血是交不出來的。越南人在八十年代明確佔了蘇聯,得到了蘇聯的援助,而中國在八十年代明確佔了美國,得到了美國的援助。 中國現在比較像樣的那些東西,中國現在的技術裝備是萬國牌,跟蔣介石那樣,日本貨、捷克貨、德國和蘇聯貨湊在一起。 它們包括原先北洋軍閥時代留下來的、滿洲國時代留下來的、蘇聯五十年代留下來的和美國八十年代援助的,就是這些是能用的。 凡是國產都是不能用的,包括模仿蘇聯五十年代的技術裝備,說是國產,其實是山寨的那些東西,從圖紙上來講好像都很好,但是實際上就是不能用的,或者是磨損很壞,或者是一用就壞,總之是各種問題。 所以你如果看最基本的武器,中國人民解放軍用的步槍來說的話,你會驚訝地發現,從九十年代開始,步槍一代不如壞。 別人都是,比如說95年的步槍一定比85年的好,2005年一定比95年好,俄羅斯也是這樣的,美國當然也更是這樣的。 只有中國列外,中國從1990年以後一看編號的年份就可以看出了,95步槍一定比85壞。一代不如一代,這就是典型的瓦房電學的產物。 你如果看陰箱和周潮的青銅器就是這樣的,陰箱的青銅器非常漂亮,精工製造、大劍製造,周潮的青銅器就比較可憐。春秋戰國的青銅器就是拼裝的,各種小零件,然後用蠟交毒,然後打補丁,打補丁,打補丁,打補丁。 一個青銅器,看著陰箱跟過去一樣大,但是打補丁就要打一百多個。補丁打得太多了,青銅器也沒有關係,你放在太廟裏面,讓它不要動就行了。 但是步槍就非常糟糕,步槍這麼多零件的話,你搞到前線部隊手裡面簡直就沒有辦法用,大家寧願用老式的蘇聯步槍。步槍尚且如此,飛機和其他坦克更加複雜的東西還能怎樣。 所以,中國現在的軍事器材能够互換的、零件壞的能够補給的,就是蘇聯五十年代輸入的那一批。其他的東西零零碎碎,零件壞了以後沒法補充,美國八十年代輸入的那一批,現在當寶貝來用。 滿洲國的那些儀器跟蘇聯在中亞的情況一樣是拿來當寶貝用的。有一個叫雷光漢的流亡者在文革的時候跑到蘇聯去,他後來在蘇聯的國有企業當了技術工人,然後他發現國有企業經理有一個 秘藏的機器,只有他自己和少數清醒能够用。別的機器用壞的時候,他靠到秘藏的機器來修理,他很好奇地打算了一看。 結果打算了一看,滿洲諸事會社1942年是蘇聯在1945年佔領滿洲從滿洲拿回來的,然後蘇聯以後幾十年生產不出像當時的日本貨一樣的機器。 蘇聯那些撒紮黑粹國有企業搞出來的機器很容易壞,壞了以後沒有辦法用日本機器。日本機器搶來的沒有,你沒有辦法再去買,所以當寶貝一樣平時不敢用。實在是搞不成的時候,拿出來偶爾用一次,生怕用壞以後就沒有了。 八十年代別的東西我不知道,醫學儀器當中有很多都是八十年代進口的。當時哪個學校或者醫學院拿到了當寶貝用,以後你沒有了,以後你也搞不出配件來了,其他的醫院要像孫子一樣求你,偶爾給你用一次,就像是當我的鴨箱底的寶貝一樣,輕易不拿出來。就是這個格局。 醫學院是這樣的,其他地方也就是這樣的。唯一能夠理解配換的還是五十年代所謂的蘇聯元界那一套全套工業體系,但它已經是過世很久了,這又是經典的暖房電話。越南這些方面占點便宜,但是也因此吃虧。但是冷戰結束以後,局勢發生變化。 在1989年以前,中國是美國的人,越南是蘇聯的人,美國的援助局部地取代了七十年代超過蘇聯五十年代的這個基本盤。 但是1989年以後,中國的輸業館被掐斷了,只有經濟,沒有政治。就是說只能夠做那些低技術的、可以發財,但是不能振技術的行業。 而越南冷戰已經結束,越南、印度也開放了市場。在全球化時代,中國和越南的局面被拉平了,你都是一個廉價勞動力、低技術的共產黨國家,發財也可以,技術不行,你們地位平等。 中國比越南開始早二十年,基礎設施比較好。所以在九十年代,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比越南的湄公和紅河三角洲要好。 但是基礎設施是可以漸漸跟上來的,二十年以後雙方就拉平了。然後,運輸費用就可以體現出來了。越南沒有內地,越南全國都在嚴寒。 而中國在兩個三里頭之中以外的內地要加上一大筆運輸費用,於是從此以後越南就要超過中國了。 同時,越南沒有計劃生育,越南的勞動力翻盛,它的廉價勞動力始終可以原來不斷地提供。中國的勞動力改點在二零一二年以後,所以二零一二年是一個改點,以後越南就決定性地勝過中國。 即使沒有貿易戰也是這樣,有了貿易戰以後,所有的企業都自然地被趕到越南去。所以你地上就可以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越南會發生經濟奇跡,依靠廉價勞動力企業賺很多錢。這些經濟奇跡會有一部分轉化為各種三代武器產品,首先就要在西沙、南沙群島的問題上,在南州的問題上,它的最大敵人就是中國。 因此,越南會像中國過去對付蘇聯一樣對付中國。但是這個聯盟也是機會主義性質的,因為它畢竟是共產黨國家。 越南內部的情況始終是這樣的,所謂的保守派和改革派,有時候保守會被稱為親中派,但是不是這樣的,越南沒有親中派。 越南所謂的親中派就是反美派,因為改革派就是越南的趙紫陽和胡耀邦這種人,拿了美國的金錢和資金輸入搞了經濟,同時相應在政治上搞開明政策,很得越南的知識分子和企業家集團的歡心。 但是保守派肯定會覺得,你他媽的早晚要和平演變,不時時刻打擊你就不行,所以雙方之間始終是此消彼長,動不動就要搞下對方幾個人去。 但是也像是在鄧小平時代一樣,就算是把改革派的人搞下去或者把保守派的人搞下去了,改革開放的基本原則是不變的。 賺錢這件大事不能放鬆,賺了錢我們才有其他的東西,但是賺錢是有原則的,以不動搖共產黨的基本統治原則。 但是改革開放畢竟導致社會空間的發達,於是立刻就導致了天主教會和佛教的復辟。而且這時候地域性的差異就很明顯了,越南南北差異再次體現出來。 第一就是,保守派一般是越南北方共產黨人,改革派一般是越南南方共產黨人。南方人在北方人看來是不忠的,北方人不肯把安全部門、要害部門交給他,只肯把經濟教育部門交給他,總覺得這些人聯合知識分子想和平演變我們。 而南方共產黨人也是對北方共產黨時刻不滿,但是刀把的並不在他們手裡面,但是錢他們是比北方要富裕得多。 同時,民間社會這方面,天主教會的勢力迅速增長。由於越南再搞改革開放的緣故,越南跟羅馬教廷達成了一個適當的政教協定,使越南天主教會獲得了合法的身份,因此迅速地擴張起來。 越南共產黨用福祉佛教的方式來對抗它,因為越南現在還處在鄧小平時代,所以雙方的矛盾是不明顯的,但是這必然會告訴越南將來的隱憂。 可以說,有中國在的時候,越南跟西方合作的時候,這個矛盾不大,等沒有了中國,那麼天主教會南方人必定會變成顛覆越南的一把刀。 那是越南保守的事情,照我估計的話,他們必定會做今天習近平在中國所做的事情。賺錢是第二位的,能賺錢而不影響政權是最好的。如果賺錢而要影響政權的話,老子不賺這個錢了,我一定要鎮壓你們。 那時,天主教會和親西方勢力和共產黨保守派之間的矛盾會體現為南北矛盾。南方可能會變成天主教會的天下,甚至可能,因為越南的地勢很容易是走私的,很容易變成天主教游擊隊跟越南共產黨之間的鬥爭,使越南解體、異婚為兒建立南方的天主教國家和北方的共產黨國家。 然後,北方共產黨和費拉有契合性。這個契合性是一種SM式的契合性。就是說,為什麼共產黨適合統治費拉呢?因為費拉好欺負。如果是阿富汗的三民的話,那就不大好欺負。如果是天主教徒的話,也不大好欺負。最好欺負的人就是費拉,所以共產黨最後會被擠到費拉里去。 裸化了那張諸夏地圖,就是假定把共產黨擠回駐馬店來。而越南天主教徒把共產黨擠回越南的駐馬店,就是擠回紅河谷地的駐馬店,從社會的力量來講是沒問題的。只有一個問題就是外交形勢現在對它們不利。現在越南是西方的統戰勢力,所以一定要等到中國解體以後,這些事情才能夠成為現實。中國解體當然是看中國留下的這些蔣介石式的萬國派技術還能夠撐多久的問題。最核心技術就是蘇聯五十年代的技術。 命裡面就是這個,能夠自給自足維持的就是這個系統。其他的都是零打氣敲,各自不配套的人民性的東西,這個系統垮台了。五十年代,林彪和朝鮮戰爭時期搞起這套垮台了,就沒有中國共產黨了。這是一個基本談。 然後接下來的二十幾年肯定就是此消彼黨,越南越來越富裕和強大,而且它的力量集中,各方面不斷地跟中國搗亂的過程。 它很可能會開放西南邊疆,讓各種游擊隊和諸如此類勢力進入顛、越、跪,使西南自古以來就是攪毆不遜、跟國民黨不對付、跟共產黨也不對付的西南強翻,重新變成像今天東突、像今天卡什、和天一樣炸彈整天坐牆的地方。 這件事情現在還看不出來,但是從時代的發展趨勢來看,已經是難以避免了。越南這條線取代過去中國的地位,同時在安全上構成了一個大聯盟式的包圍圈以後, 那麼東南亞和中國的邊界立刻就會變成親西方勢力和反西方勢力的鬥爭前線,變成不滿游擊隊的地方。 而且,這個前線跟內亞的穆斯林前線不一樣,它是可以得到西方的支持,至少是睜眼閉眼地放水,讓各種走私販隊各種換運武器的地方。 當然,在越南改革開放的時候,臺灣資本也進去了。臺灣資本在越南的地位有點尷尬,因為一方面它們是小資本,跟美日的大資本不一樣。小資本一定沒有大資本刻薄,所以從勞工福利的角度這樣,一定不如大資本。 所以越南人要想勞工排斥帝國主義的話,肯定是首先打臺灣的資本。第二,它們跟中國的資本也是此消彼長。在中國的好處就是,它們都是使用方塊的事,在越南有一層的語言問題。 但正因爲如此,它們雙方因爲語言方面的隔閥,以及自身政治地位的尷尬,在越南的位置可能還不如在印度或者在馬來西亞、印尼來得方便。 這是臺灣自身的政治地位不明確告成的。越南將來必然要排华,排华必然主要是真的中國的困難。但是臺商在這個地方會出來什麽樣的地位很難說。 第一,第一是因爲你沒有媽、你沒有娘養、你沒有一個正式的大使館在那來負責保護僑民的利益。第二就是,你跟中國之間的關係有點曖昧,就算是官方那種分不清楚,報名是分不清楚的。 所以臺商在那裡的位置不算是很好。如果要我的話,我就寧可去印尼或者印度。第一,印尼和印度是人口大國,而且是比越南更窮的地方。 第二,印度和印尼都是具有政治潛力的大國,印度尤其是有帝國的潛力。東南亞自古以來,大多數國家都是印度化王國,是印度的準番組。 大多數東南亞爪哇的王國和王國都是從印度東南部洋番殖民產生的,印度是不可能放棄東南亞的。它很容易介入南海,很容易變成外交上的資源。所以欺印度或者欺印尼都比越南要好。 台灣的資本和技術都是有限的,沒有必要一口把大米吃得太多。所以,離中國更遠,越南還有一點小天朝的味道,而印度化和伊斯蘭化的東南亞就完全沒有這方面的問題。 去那些地方以及去印度本身都要比去越南要好一些。 當然,越南本身的命運按照它的歧視鏈上的地位,也就是比廣東要高,廣東要比吳越要高,吳越又要比朱馬年要高。這個歧視鏈決定了它將來的基本發展。南方比北方高,北方又比廣東高,廣東比吳越高,吳越比朱馬年高。 按照這個歧視鏈推測它的前途不是很困難。我認為我如果是台灣的話,不要對大陸國家會太多心事,就對島國、印度尼西亞和遙遠的印度大陸會心事就行了。 大陸上的國家讓他們自己去相互施殺,他們自己相互施殺,台灣不付任何成本,而施殺出來的造成結果總是對台灣有利的。 主持人員 您剛才提到的天主教在越南的傳教和他們幫越南建構國語的這個過程,我有一點點不是太理解。 主持人員 因為我一直以為天主教是以越南北部為主,可是你說現在衛援北部已經變成一個非常散沙、廢良化的地方,反而是南方的天主教比較有戰鬥力。請問一下,為什麼是這樣? 主持人員 天主教或者西方宗教或者一切外來宗教在什麼地方最容易傳播呢?在社會破碎,大量的散沙被散出來,無家可歸,他們需要保護人的手。 主持人員 為什麼基督教在日本不興盛?因為日本的封建結構非常完善,所有人都有歸屬。韓國為什麼教徒更多?因為韓國是更接近宋朝的社會,它原有的社會頂多就是宋儒的那種儒家社會,它的抵抗力遠不如日本的封建共同體,所以它可以得到更多的缺乏歸屬人。 世界上的散沙最多、缺乏歸屬浪漏最多的地方——中國。中國的社會迫非常徹底,連儒家那種很軟弱的基層共同都被共產黨打爛了,所有人都是無家可歸。 所以,今晚共產黨壓基督教壓得極其狠奴,仍然阻擋不了基督教迅速擴展的事實,因為你就只能打算把別人家拆了,但是無家可歸你就收容不了。 那麼他們自然是沒有飯吃,吃什麼都香,只要有人願意收容它,什麼權能神教或者任何事業,他們都會願意投靠的。 越南的情況是這樣的,法國殖民者是文明的殖民者,歐洲標準殖民者,他只是把越南王朝保護起來,也沒有殺他的國王或者殺他的士大夫,只是給他搞了一些建設事業。 原有的社會結構是保佑了的,他只是容許你傳教自由,不准殺傳教士而已。因此原來的儒家,北方的儒家士大夫結構仍然存在,而南方千姿百姿的封建結構仍然存在,天主教會必須在空邪之中慢慢地傳播。 傳播的結果是什麼呢?傳播的成績取決於對方社會結構的軟弱程度。儒家社會,我們可以把它简单地說,它的社會主義度相當於是宋朝。 而南方的封建是一個殖民勢力,它的社會結構強盛程度相當於五福十六國魏晉南北朝,當然是魏晉南北朝的勢力弱,而宋朝的勢力弱。所以,在法國殖民時期,北方的天主教徒比南方多。 我們要注意,不能夠看牌子。如果看牌子的話,廣東的儒家信徒也是孔子門徒,荷蘭的儒家信徒也是孔子門徒,但是廣東的儒家信徒其實是百岳部落球上的轉化來的。 他們像湖南的曾國藩一樣,時不時就可以拉起一支鄉軍出來,實際上是儒家化的蠻族部落。而河南山東的儒家已經是屁用也沒有了。 同樣,南方的什麼高臺教、河海教、儒家之類的,其實他們名義上是儒家,他們也不是像北方那種士大夫官那種人,他們是很容易把軍閥勢力和部落勢力拉起來的。 這就是為什麼吳廷燕會在圍攻和善野州會碰上那麼多藍殘的角色的根本原因,而北方人就很好統治。 然後共產黨來了,各方面粉碎性地打擊了一下以後,大家都閃了。所有人,無論儒家也好、天主教也好和其他人也好,都一度被打散。 然後它改革開放,共產黨再從基層撤退。於是,現在的情況是什麼呢?大家都是閃霞,但是南方的蠻族性強、北方的蠻族性弱。雙方都沒有可以抵抗天主教擴張的機制,但是南方人的蠻族質量肯定比較好些,你搞得一幫費拉是沒什麼用處的。 他們今天宣誓是入教以後,明天共產黨一來他們又會叛教了。而蠻族不一樣。蠻族像是荷蘭或者英國的日耳曼人一樣,基督教剛來的時候他們瘋狂地殺傳教士,但是真的歸異了基督教以後,他們是基督教最有利的戰士。 而埃及人和敘利亞人就不一樣了,皇帝是誰,他們就跟著誰走。 皇帝一旦改姓,本來最初的基督教徒是跟著軍事產經從西部來的,他們是跟著東部的皇帝破壞基督教的,但是基督教皇帝站著軍事產經過以後,他們刹了一間百分之九十就變成基督教徒,然後穆斯林來以後,他們又刹了一間百分之九十就變成穆斯林,費拉都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共產黨要給你搞一個反迫害的話,那麼北方的天主教徒就搞不大了。 而南方的天主教徒接受的是那些過去反天主教最激烈的各種異教和蠻族部落,但是這些人一旦接受了天主教以後, 共產黨再來的迫害的話,他們就天主教徒非常忠心,佔據了一個地方都像一個封建領域,你很難搞得到。 結果共產黨的對話是反反覆覆的,改革開放,開放開放,什麼叫改革開放?胡耀邦來了,我們撤退撤退,大家發財發財,我們不管你,發財的同時其他的各種政治上的一端也進來了。 然後保守懷疑覺得不對,打倒胡耀邦,鎮壓鎮壓鎮壓,然後再反過來鎮壓一下,來一次去一次搞一次拉育戰。 結果費拉在這種情況下必然就是收割一大批,然後又倒戈一大批,再收割一大批,又倒戈一大批。 而封建市地區就是這個樣子的,好不容易收割一小批,但是迫害的時候再也不會倒戈,退朝的時候再收割一小批,再迫害的時候又不會倒戈,每一次他只收穫一點。 但是收穫了一點以後,就像佔領一個封建領地以後,這個政績很難被他把它拿掉。而費拉去,折騰過去,折騰過來,始終是那麼一點一點。朝來的時候百分之八、九十,朝退的時候又退到百分之十。 真正的硬核還是只有那百分之十。而南方就是,比如說北方原來只有百分之十,一下子我可以給你搞到百分之六十,然後下一次迫害你又只剩下百分之十了。 反反復服政策都是這樣的。南方本來在法國殖民時期只有百分之五或者百分之一的,然後時間過去了以後你變成百分之八了,然後再迫害你退成百分之七。 然後迫害鬆弛下去以後你又增加了百分之十,下一任迫害的時候你又退回到百分之九。然後再下一次你增加了百分之十五,再迫害的時候你退回百分之十二,再下一次你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再迫害的時候你退到百分之十八。現在你又百分之十八了,而北方忍然是百分之十。 這樣搞下去的結果,必然搞到最後南方是天主教的天下,而北方忍然是非拉的天下。 所以,中國基督教教會當中有很多是非拉性很強的,很喜歡搞這種逃避主義的作品,我唸了幾句,據說是美國基督教保守派的經,然後用美國基督教保守派反對基督教自由派的經來唱了幾句以後,然後說,你看,我們正在反對白朵,我們跟美國基督教保守派是一個逼格的, 比美國的白朵要高明得多,那當然是純粹扯淡性。美國白朵能夠打仗,你能打仗嗎?美國白朵有很多黑人教會,那些黑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打過德國人,在朝鮮戰爭的時候打過蘇聯人,你算老幾,你連中國警察都打不贏。 你好不好?當然這也是中國歷史教育製造出來的結果,有很多人在中國世界上的種族歧視最厲害的時候,一說起越南人、非洲人就極其其失地厲害。 其實伊迪、阿民或者恩克魯瑪那些非洲人是絕對巧匹中國人的。阿民的歷史史關跟蔣介石和毛澤東差不多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我們打贏的。為什麼呢?因為我們黑人軍團在英國人的指揮之下殺盡了柏林,希特勒是我們打贏的。你是不是覺得這話簡直像是笑話? 但是中國的歷史也就是這樣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不是中國人打贏的嗎?我剛才講的那位雷嘎漢,他跑到蘇聯以後跟蘇聯人辯論的時候,他說抗日戰爭是我們國民黨打贏的,因為他是比較親國民黨的人,所以被共產黨破壞。 蘇聯人說,你有沒有搞錯?抗日戰爭明明是我們蘇聯人出兵滿洲打贏的,你們國民黨被日本人一路趕到重慶,你打贏那個鳥,你如果打贏,你就不在重慶了。 你說你們共產黨人打贏了國民黨,我告訴你們,你們共產黨人是我們送去的先進武器武裝的靈標,沒有我們,你們還在華北打游擊呢,國民黨把你們殺在馬力倒牙,打贏日本是我們蘇聯的力量,打贏國民黨也是我們蘇聯的力量。 這是完全符合歷史事實的說法,但是他就瘋狂地爭論,說是,第一,我雖然是反對共產黨的人,但是絕不能聽任你同時誹謗我們共產黨和國民黨,我站在國民黨上反對共產黨。 但是我們絕不承認共產黨是依靠你們才打贏國民黨的,我們一定要說共產黨是自己打贏國民黨的,同時國民黨是自己打贏日本的,這當然全是胡說八道的。 烏干打人是絕不會承認這種說法的,他們不會承認中國人有打贏日本人的能力,但是他們會堅持說是,他們黑人兵團就是打贏的德國人。 從非洲人、東南亞和世界上大多數人的看法來看,中國跟他們一樣,都是被殖民地,而且逼格在很多方面還不如他們。 而中國人的看法一般就是,我們是天朝,我們一切諸如此類更生出來的,鮑羅廷諸如此類的根本不存在,李世民是漢人,諸如此類的康熙皇帝也是漢人,陳吉思汗是我們的民族英雄之類的說法。 按照這種變態的歷史關係的話,他們在心目中有一個計劃就是說,我們要包圍西方,領導第三世界來包圍西方,一帶一路就是這種計劃的慘悟,但他們肯定要碰釘子。 等他們到了非洲以後就會發現,非洲人是根本瞧不起他們的,非洲人都是普通人雖然講圖語,但是上層人物都是講英語和法語的。 恩克魯瑪是倫敦費鞭社直接交出來的人,他們認為他們是英國人的大弟子。 他眼裏面會瞧得起你毛澤東交出來的人嗎?左派是這個樣子,右派就是馬來王公那樣的部落囚長,他們在英國貴族面前覺得我們是殖民地來的人,但是對於連上英國公學都沒有資格來的中國人來說,他覺得我好歹是最底層的英國貴族,你們算老幾。結果必然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中國的外交政策,特別是習近平這樣地地道道的土鳥,他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的金漿宗或者是乾隆皇帝,等於是徹底失去了內亞資源,失去了房子的色彩,變成一個土鳥中國人。而且他還以為中國很UB,所以他不碰釘子是不可能的。 主持人 主持人 我想跟阿姨再請教一件事情,您說越南有可能會依照它自己內部的土豪性跟歧視鏈分裂成兩個國家,這兩個國家他們有可能還是會用一樣的語言,一樣都是用越南文字。 主持人 主持人 主要就是因為民間勢力的強弱。從理論上講,都是我統治的地方,但是實際上是不一樣的。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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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以及马哈尔林那种,半穆斯林、半波斯、半印度式的红红的建筑,看得比上是今天的阿格拉红宝的那个感觉。 像现在的那些青砖式的建筑,其实是清朝以后才有的。宋朝的时候的广东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汴京城周围都是费拉顺利,从这开始没问题的。 那么宋朝的统治发生衰落的时候,周围的土豪很容易像越南一样建立自己的王朝。 同样的道理,越南在西贡和河内的统治是不一样的。西贡城外都是费拉。 哪怕这些费拉号称是费拉基督教徒,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对象发厚实力是不成问题的,他们总会找出理由来向我们投降。 但是西贡城里面是改革开放派干部,是越南南方干部,自己的忠诚度就很可疑。西贡城外都是各路自称天主教徒的酋长,而且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走私贩子和私人武装,在平时搞走私的过程中给自己搞护卫队的那些土枪。 一旦发生冲突的话,这些人自然而然的,他们就会像当年的郑之龙一样,你不来黄远文生发达,我可以认你。如果真的要来抢我的钱的话,设计钱的问题,脑子就要发挥一下走私贩子的优越性。 你的公安人员有多少枪炮,不要说别的,现在云南的公安局的装备就不如云南的毒品贩子。我敢说,胡志明是越南公安也是打不赢那些走私贩子的。在越南跟西方国家保持良好关系的时候,大家不打,大家分红就是了。 真的关系破裂以后,那些土豪最起码的要像今天缅甸北国的克青图、国杆图、乱七八糟的民族地方武装一样,搞出自己的军阀统治出来。军阀统治的出现是必然的。 然后到一定程度,这些军阀统治强盗的一定程度之后,就可以轻而易地把几座孤城里面的共产兵搞掉。 共产党如果既失去苏联和中国,又跟西方关系闹僵,像现在的习近平一样靠吃老板过日子,那它是守不住南方的。它现在能够守住南方,是因为它跟西方的关系还好。 主持人在这个过程中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依照你这样的推演的演化,事实上可以想象整个东南亚,或者是整个中亚,还有现在的穆斯林世界,它都会变成一个破碎的,然后很难找到一个我们西方世界或是美国认为合格的主权者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们现在可以想象,像台湾这种地方,我们要在国际上取得自己的主权还是相当的困难,因为我总觉得美国人或是现在的联合国这样的机构对于新增加主权国是采取非常不怎么高兴的态度。 主持人在想象,以后越南和东南亚这些地方,就像你说的,依照他们不同的统治机制的凝结,他们会有很多类主权军阀统治的实体。那他们怎么融入未来的这个以美国督导的世界势力里面? 主持人在想象,台湾跟他们的情况不一样,大多数的军阀势力并不追求独立建国。比如说,叙利亚有很多军阀,它打出的人是叙利亚的旗号,它没有那样的远见,有一部分只有一小分像库尔德那样企图建国。但是他们要把事实统治变成合法统治,显然还要刻骨很多障碍和很多时间。 台湾那是另外一回事,台湾唯一的仗目就是,第一是中国,第二就是台湾内部的怀念中华文化,而不一定是怀念中华政治的势力。这一拨人的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第一,他们的文化水平和制品比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批要好得多。所以在像我这样的人看来,至少跟阶级出身跟我差不多的人看来,他们一度显得是逼格很高的。 因为他们把共产党破坏的那些东西保存下来了,而且共产党隐蔽很多的历史也在那里。 例如我在刚刚研究历史的时候,就注意到台湾中央研究院之类的出的那些书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第一,普通的研究生论文都比大陆当教授的人写的论文要写得绵密,显然是积累积累比较多,也就是学术传统中间没有遭到破坏。 第二,总之是包含了你这边得不到的各种材料,但是他们被框在汉语世界的框架里面。 就是说,在歧视链里面,他们高于中华人民共和新产生出来的自由主义者或其他什么各种诸如此类的势力, 但是却实在是低于伊斯兰世界和印度世界,同样是非西方世界的势力。伊斯兰和印度跟西方的接触和对西方的了解都一直比汉字士尔会要多多,这一点我其实在2012年都还不知道,就是最近这几年才发现的。 发现以后就只能是无可奈何,印度人逼格确实要比满洲帝国要高多,印度土兵叛乱反对英国的时候,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跑到欧洲去,用拿破仑战争时期欧洲保守派的政治逻辑,用的是如此之熟练。 而与此同时,无论是满洲那些亲王还是曾国藩、李鸿章那些士大夫对西方的了解都是非常浅漏的,可以说十九世纪中叶印度土帮主融入西方国际的体系和对西方的知识都是远远超出蒋介石时代、蒋庭胡那些留学会的西方知识分子之上的,这个落差没有办法弥补,所以东亚的下场一定比西亚和南亚要坏得多。 然后我们反过来,台湾的势力基本上是这两波,一波是日本人培养出来的势力,另一波是国民党代理,就是我刚才描绘的这些势力。 这两波人在直接接通西方的角度来讲都赶不上印度人和穆斯林的,而将来你自己闭门造车的话那是很慢、很麻烦的,直接接通西方、融入西方的体系那是速度很快的。 有些人可以直接融入,例如印度肯定就直接融入进去了。印尼这些穆斯林国家,虽然它起点很低,但是它从理工科教材从中学开始就直接用英文的,它根本就不会费力翻译成方块字,在你半冲不冲地读一读以后再重新搞回来,这样等于是走了一条很弯很弯的弯路,一开始就是你不如别人。 现在的距离就是很明显,在西方世界的留学生这些事情当中,印度人明显比讲汉语人要强。在九十年代以前,台湾的留学生比起中国出去的留学生是占压倒优势的,中国都是被毛泽东折腾过去的一批残破的人。 但是二三十年过去以后,这个优势已经受到了很大的侵蚀。这主要不是因为中国方面的匪谍手段,这件事情在现在还是很重要的,它将就不重要了。 因为很明显,中国留学生和中国匪谍在未来的五到十年之中肯定会被西方扫地重乱,问题在于台湾不会被扫地重乱,但是问题在于台湾派出去留学生自己也受到了汉语事件的框框,使他们在面对的印度人或穆斯林的情况下实际上受到的天然起点就比较低,而且很难走出这个框架。 要想像芬兰那样改变语言,实施拼英文字是需要时间的,是需要夸待的。比如说乐观一点在2060年,悲观一点在2080年都不一定成。 所以在这个阶段,台湾其实是出现很吃亏的状态。如果他们现在就有一套拼英文字的话,像小小的东顶文一样奋进联合国是两个体都没有的,唯一的障碍就是中国,而中国必然解体。中国在解体的过程中间妨碍不了外蒙古,也妨碍不了台湾。 唯一能够真正妨碍台湾的就是台湾内部抱有华人暧昧感情的人,他们等于是分于这几下这个级别。 我虽然不认我是中国人,连中华民国都不认,但是我还觉得我是华人,我对方块制文化和士大夫文化有一定的感情。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除了他缘,其实我不会别的。 这一批人在将来是台湾加入联合国或者是在国际社会取得身份的主要障碍,但是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因为这是有时间滞后性的。 这个问题是历史造成的,是二三十年以前造成的,你现在也只能改在二三十年以后了,所以你只能够应付这种局面。 所以,在二三十年这个窗口期,你还只能以华独为主,以反共、反难民、反中但不反华为主打牌。 先从实际的角度来讲,实行台湾内部的团结,把外交地位巩固了,以后再慢慢来考虑内部的事情。 否则,因为我只能够预测短期的事情,长期时间我预测不了。我预测短期之内,印度是会变成世界经济第二大国,像现在中国一样,比如说到2050年左右。 而中国在2030年和2050年之间必然是军阀混乱之内破碎的状态,但是2050年以后我预见不到。照我的计划,军阀混乱你就不要再统一了,我们诸夏一下好不好。 按照这种逻辑对台湾是有利的,以后不会再有问题。但是我无法排除,下一个成吉思汉在中原鼎肺的时候像康熙皇帝的祖先一样,比如说从叙利亚或者阿富汗长驱之路,像莫沃尔帝国从阿富汗换到长驱之路顺利地征服印度一样,重新把中国统一起来,于是在2060年你将面临一个中华伊斯兰共和国。 这个中华伊斯兰共和国在它的初期像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难缠。然后,你没有在2050年以前像蒙古一样加入联合国,你又要倒霉或者是糟糕了。这个机会窗口其实非常重要,你不能等到内部一切就绪。 刘仲敬佳先生,谢谢二爷您的建议。我们今天访谈到这边结束,谢谢您,我们下周再见。